三国谋事系列之七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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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刘备能与刘表的两个儿子齐心协力对付曹操,我们就可以采用安抚的做法与之劫为蒙好,共同应付曹操的进攻。 如果刘备三心二意,打算借机在荆州发展自己的势力,那我们就应该另做打算。 鲁肃向孙权建议,自己立即前往荆州,借着调研刘表的时机,推探荆州内部的情况,极力说服刘备及刘表当两个儿子,同心同德对抗曹操。 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,说不定就会被曹操截独先登,鲁肃的建议得到了孙权的首肯,于是鲁肃毫不迟疑,立即出发赶往荆州。 不过,此时荆州局势的发展出乎了鲁肃的想象,就在鲁肃赶到下口之时,曹操的大军已经深入了荆州的腹地,鲁肃刚刚来到南郡,刘表的儿子刘从就已经带领荆州市民投降。 立主抗击曹操的刘备也从樊城撤出向江陵方向转移,于是鲁肃只能改变形成,寻找被曹军追赶的刘备。 终于在当阳的长坂坡地区,遇上了刚刚被曹军精锐,虎抱其杀了落荒而逃的刘备。 此时的刘备不解其枭雄本次,与鲁肃摆开了迷魂阵。 当鲁肃向刘备表达了孙权的问候,并询问其下一步得打算之后,刘备已前往苍巫去投靠无惧作为堂塞,面对刘备的言不由衷。 鲁肃向刘备提出了自己的构想。 鲁肃表示,孙权将军聪明仁义,李贤下士,已经握有江东六军,兵精良足,足以成就大事。 依我看刘将军不妨派遣心腹,前往江东与孙将军同盟,共同抵抗曹操,这样才能成就大业。 至于说到的仓无太守无惧,只不过是个平庸的官吏,才能有限,很快就会被别人吞并,去投靠这样的人有什么作用。 鲁肃的坦诚相告,很快便是刘备打消了心中的顾虑。 双方一拍即合,刘备派出诸葛亮随同鲁肃一起出示江东,与孙权商谈同盟事宜。 一,朱格亮来到江东之后,很快便与孙权达成了组成联盟共同对抗曹操的战略,孙刘联盟正式形成。 作为汉末三国时期,一位杰出的外交家,鲁肃不如使命,是推动孙刘联盟形成的守畅者和执行者,也改变了汉末的政治格局。 参考书籍,三国制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作为汉末三国时期,一位杰出的外交家,鲁肃不如使命,是推动孙刘联盟共同对抗曹操的主要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